你知道太原是从哪里来的吗 春秋末年 靖国赵阳伟派自己的家臣 董安瑜在焚水之盼龙山脚下 靖水之阳修建城池 取名靖阳城 以跨坟连迭三城并举的雄姿 定顶中原 汉代为部首边防 以靖阳为王城 封同姓王管理外国 太原国 西汉诸旅之乱平定 代王刘恒及皇帝位 靖阳城也成为了文景之志的孕育之地 西境八王之乱后 靖阳成为了最后陷入湖人政权的都市 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 处于北方民族的统治下 湖汉民族杂居 靖阳地区 开始成为民族大融合的搅拌池和大融炉 随朝末期 各地的农民起义 此起彼此 太原留守里渊 率步重世事太原 一路攻伐 入主长安 建立大唐帝国 掀开了大唐盛世的序幕 两千五百年间 不同民族文化元素 在这里汇聚 融合 形成了独居特色的靖阳历史文脉 缔造了今天 开放包容 繁荣昌盛的 锦绣海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